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题目 它说呢,绿色的缎带长依有三分之二公尺 OK,绿色的缎带这么长 然后呢,蓝色的缎带呢,又比这个绿色的缎带短 OK,这个时候是短哦,短五分之四公尺 蓝缎带比绿色的缎带短五分之四公尺 然后呢,红色的缎带呢,又比蓝缎带还要短五分之一公尺 那请问最后这个红缎带长几公尺呢? 当我们面对这样子的题目的时候啊 最好的方式就是把它画出来脑袋会比较清楚 所以呢,绿色的缎带长依有三分之二公尺 我们就画出一个绿色的缎带 然后它的长度是依有三分之二公尺 那接下来呢,它又告诉我们说蓝色的缎带比较短 短多少呢?短绿色的缎带五分之四公尺 所以我们就画一个比较短的蓝缎带 而且呢,它短多少?短五分之四公尺 非常的清楚 那接下来呢,还有一个红缎带 红缎带是怎么样?是比蓝缎带还短 所以呢,再把红缎带画出来 短多少?短五分之一公尺 所以这里呢,就短了五分之一公尺 那最后题目问我们说 那红缎带几公尺?就是这个地方要特别的思考一下怎么样把它算出来 那这个题目呢,其实从图一画出来以后就变得不难理解了 基本上呢,就是原本的绿色缎带扣掉了它比蓝色缎带长的部分 也就是减掉五分之四 然后呢,再减掉怎么样?这个蓝色缎带比蓝色缎带长的五分之一 这样子减下来以后,就会得到最后红色缎带多长了,对不对? 那呢,我们就把它做一下这个计算 就变成一又 我们把它这个通分一下,变成十五分之 这里是多少呢? 这里是十五分之十 然后呢,这里是减掉十五分之多少 这里是乘以三,所以是十二 然后最后呢,这边再减掉五分之一 所以是十五分之三 好,哇,那你这发现不够减了 所以呢,我们要把它化成怎么样? 化成假分数 所以变成十五分之二十五 减掉十五分之十二 再减掉十五分之三 好,分母都一样 然后呢,我们就可以把它做一个清楚的算式 就变成是十五分之二十五 减掉十二,再减掉三 所以最后呢,二十五减十二是十 多少?十三嘛 十三再减三是十 所以就等于是十五分之十 然后我们算出来的答案非常的清楚 这里约分 这里是二,这里是三 所以就得到呢,红色的长度应该是三分之二公尺 好,那大家在算这个过程当中呢 有没有发现,我们觉得把这个式子算得这么漏漏灯 好像有没有一个办法可以更快 其实啊,是有机会的